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ChatGPT日前迎来问世三周年纪念日。 这款聊天机器人引爆了生成式AI市场,但是或许也催生出了一场泡沫。 据科技网站TechCrunch报道,2022年底,OpenAI向世界推出了一款新产品,并轻描淡写地将其描述为一个名为ChatGPT的模型,它能以对话方式互动。 毫不夸张地说,ChatGPT随后颠覆了商业和科技领域,迅速走红。 它至今仍位居苹果免费应用排行榜首位,并且引爆了一波生成式AI产品的浪潮。 AI帝国作者指出,OpenAI已经变得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更强大,并正在重塑人类的地缘和全部生活方式。 ChatGPT还影响了股市。 彭博社发文分析了ChatGPT如何改变了股市格局。 目前,最明显的赢家当属徽达。 自ChatGPT发表以来,徽达股价累计涨幅高达979%。 与此同时,AI热潮也提振了其他科技巨头的股价标普500指数中市值最高的7家企业, 徽达、微软、苹果、Alphabet、亚马逊、Meta与博通全部是科技公司。 他们的整体增长几乎占到标普500字、ChatGPT推出以来64%涨幅的一半。 这种格局导致市场呈现出更为极端的头部集中现象。 标普500指数是按市值加权的。 而这7家公司如今占指数权重的35%,相比3年前的大约20%有显著上升。 这股热潮还能持续多久? 除了徽达执行长黄仁勋迈,越来越多的AI企业高管开始承认, 行业可能正身处泡沫之中。 OpenAI执行长Sam Ottman在8月时表示,有人会在AI领域损失惨重。 同样的,SEERA执行长兼OpenAI董事长Brad Taylor也认为, 行业正处于泡沫之中,并将其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套沫相提并论。 他预测,虽然个别公司可能会失败,但AI将重塑经济格局就像互联网一样, 未来必将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再过三年或更短的时间,人们或许就能知道这种乐观是否合理。 与此同时,英特尔前执行长基辛格Pat Gelsier近日对人工智慧AI产业前景提出引人关注的观点。 他认为,目前快速膨胀的AI热潮最终可能因量子技术的重大突破而被戳破, 颠覆全球运算生态。 根据WCF Tech报道,基辛格强调,量子运算、传统运算与AI运算已形成运算界的神圣三位一体, 而量子电脑将比市场预期更快成为主流。 尽管辉答执行长黄仁勋认为,量子运算要普及至少需要二十年, 但基辛格则大胆预测只需两年。 他认为,AI泡沫至少还要几年才会破裂,但引爆点降会是量子技术的突破。 基辛格还坚信,现今AI产业依赖的GPU晶片将在本世纪末前逐步被量子技术取代。 在访谈中,基辛格也对微软与OpenAI的合作关系提出惊人评论, 称其与当年Bill Gates与IBM的合作模式极为相似。 他暗示,OpenAI在这场AI革命中更像是微软的分销伙伴, 模型的核心运算力和真正的主导权在微软,OpenAI只是负责把产品送到使用者手中。 自离开英特尔后,基辛格加入创投公司Playground Global, 并因此大量接触量子运算。 他表示,随着量子卫元COBATS正式进入市场, 传统运算与AI运算都将面临重大挑战, 甚至可能被视为过时技术。 基辛格也坦言,当他接手英特尔后意识到, 公司已出现比想象更深、更严重的衰败。 他指出,在他回任前的五年里, 英特尔没有任何产品准时交付, 最基本的工程纪律完全流失, 感觉就像是英特尔好像已经不会做工程了。 这也是英特尔花费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才突破关键的18a制程技术。 而此技术对英特尔能否追上台积电, 具有战略意义。 基辛格透露, 他曾承诺高层要在五年内完成18a, 然而,在他交付产品之前,他就被解雇了。 最终,新任执行长陈立伍、 在五年期限内终止了18a转案。 不过,英特尔日前因天峰国际分析师 郭明基在X平台上表示, 英特尔最快将于2027年初开始替苹果生产 MacBook Air与iPad Pro所使用的M系列晶片。 若此消息属实, 将代表市场对英特尔投下极大的吸人票。 英特尔的第三方晶片代工业务 近年一直难以争取客户, 该部门上即营收仅42亿美元。 相比之下, 英特尔自家产品业务营收达127亿美元, 代工部门主要仍靠生产自家晶片支撑。 郭明基指出, 即便这次合作尚不足以让英特尔挑战 目前仍替苹果生产晶片的台积电, 但至少证明英特尔具备为大型客户代工的能力。 根据分析师, 苹果将采用英特尔即将推出的18AP制程技术, 其效能将优于当前的18A制程。 苹果过去曾在笔电与桌机中使用英特尔晶片, 但后来改采自家设计并由台积电代工生产。 本次传出的合作模式仍将采用苹果自家设计, 但由英特尔提供制程技术。 然而, 在AI晶片竞赛中, 英特尔仍然落后辉达与AMD。 辉达目前已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市值突破4.4兆美元。 尽管如此, 英特尔最近也取得一些进展, 例如在历经多次延迟后, 成功推出采用18A制程的晶片。 但过去一连串错误决策, 使英特尔在消费级与资料中心、 CPU市场的领先地位面临威胁, 因AMD仍持续抢占施展。 在AMD在11月的财务分析师大会上, 执行长苏兹峰表示, 公司预期未来三至五年, 可取得50%的资料中心CPU营收市占, 并有望在消费与游戏市场中, 取得超过40%的客户端营收市占。 英特尔股价近来强势, 今年迄今大涨115%, 过去12个月亦上涨113%, 部分原因是前执行长季辛格下台, 现任执行长陈立武上任后带动市场信心。 此外, 美国政府已成为英特尔最大股东之一, 持股约10%, 尽管总统川普曾因陈立武投资中资科技企业而要求他卸任。 除政府支持外, 汇达于软银也透过投资案合计向英特尔注资约70亿美元。 要知道, 英特尔今年早些时候曾考虑将Nex部门剥离。 作为执行长陈立武削减非核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 英特尔研究了这一潜在剥离方案。 不过, 据路透社报道, 英特尔沙月表示, 在对其网络和通讯Nex部门进行战略选项评估后, 已决定将该部门留在公司内部。 此前, 英特尔为了改善财务状况, 曾考虑出售多项资产。 但是, 今年夏天, 英特尔以10%的股份换取了美国政府的89亿美元投资, 并获得了软银集团的20亿美元投资, 以及辉达的50亿美元投资。 英特尔财务长David Zinsner在公司发表第三季度财报时表示, 这些投资已大幅改善了公司的现金状况。 在对是否出售网络部门Nex进行评估后, 英特尔决定保留该资产, 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公司发展。 将Nex留在公司内部, 有助于实现晶片、软体和系统的更紧密整合, 从而增强英特尔在AI、资料中心和边缘运算领域的客户服务。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